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11月4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也期待能够跟您一起来 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 今天我想很多人都在关心 美国的总统大选 哎呀 到底谁能够胜选 这地方很多人也在观察 到底接下来对股市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这个部分 关于美国总统的大选对股市的影响 我们先摆在一边 待会再来跟大家谈 重点是各位投资朋友 你的股票操作有赚到了钱没有 这才是重点 才是关键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县荣老师 这两天给会员朋友 操作建议的一个内容 那昨天 因为县荣老师家里有点事 要陪母亲到医院 做一些例行的检查 所以昨天没有来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一个这个报告 不过我们今天补报告一下 昨天我们的一个11月3号 操作也在地方采取休兵 因为昨天类股轮动速度过快 一开盘就涨了100多点 没有能够找到符合条件 各股适合操作 当然昨天不能乱空 但是追高我觉得风险也偏大 所以就休兵个一天 等看准了目标 再来帮大家掌握赚钱机会 那今天11月4号 我们就锁定了一档 风力发电股 3708的上尾头 那上尾头今天消息 其实是有利多健报的 报纸的标题写的很陡大 说大陆那一边的风力发电机 现在抢装潮出现了 所以上尾头呢 哇七这个云收已经连续七个月 又创历史新高了 我讲到这里大家会觉得好棒哦 营收这个一直在创新高 这样一业机持续在成长 应该要做多买进吧 可是重点县隆老师还是强调 做股票不要老是看到利多 就想要买啊 看到利空又跑去乱卖啊 因为很多时候 兵者鬼道也 利而幼之乱而取之 大户会用利多来引诱你 引诱你跳下去买 人家就倒货给你 然后股价就掉下来 反手下杀 对不对 乱而取之 有时候利空出来 散户乱砍了一通 大户又趁机把股票给捡走 低点又反而 让你这个卖完又卖到低点了 所以重点都不是这个 看到消息有利多就乱买 有利空就乱卖 而是仔细的先观察 那个背后的大户在做什么 这才是做股票要注意的重点 对不对 那怎么观察 就是技术分析的作用 那技术分析像观察到 昨天利多消息出来之前 股价就已经收了一根长红 昨天大涨6%多 那今天开高一度又出量 再拉高上去 来看一下 这是今天的一个上尾头 如果说把后面遮起来 开盘你会觉得很强 一开盘开高往上又开始出量 急拉大单在敲进 很多人又觉得业绩这么好 营收持续创新高 股价又要大涨了 又跳下去追 结果我说这地方 吸引散户一度追高 再度追进场追高 再做一个又多之后 如果你看得懂 会发现到随后高位过高 低先破低 反弹又站不上均价线 学过现容老师 超盘级技术分析 实战教学的 你会知道 这个又疑似有大户 趁着昨天晚上美股是大涨的 今天上尾头又有利多煎爆 拉高上来 其实是在出货的迹象 那知道大户在拉高 在出货 短线动能指标也翻黑 出现个转弱讯号 该怎么操作 当然我们今天当冲 建立大家采取先卖 后买的策略 这是今天早上 9点44分发出的指令 快打当冲标的 今天我们做短空 短空指的就是早上先卖 等到尾盘再补回来 3708上尾头 短线技术面转弱了 定价163.5到164.5之间 现股先做卖出的动作 停损目标也都新定下来 当然请会员朋友记得 跟着现容老师做 不要市价追高杀低 那不要市价追高杀低 这个地方卖得到吗 好就来看 9点44分发出的指令 对不对 到了这是9点55分 左右的一个时间 50几分 53分左右的时间 你看股价最高来到多少 165块 换句话说 我们挂163.5到164.5之间 通通都能够成交得到 那平均就卖在164块 那趁着拉高上来 卖在164块之后 你看股价就开始持续走低 甚至尾盘最低 还杀到160块下去翻黑 对不对 不过今天因为在11点多的时候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选情 这个剧烈的一个拉锯 NASDAQ这个美股的一个旗子电子盘 尤其NASDAQ的旗子 11点多 哇一度还急拉 大涨 不是普通的小涨 涨了300多点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要去观察国际盘的走势 那美国NASDAQ旗子大涨 避免说也连带台股就拉高上去 所以这地方 我们当时上尾头 市价大概在163块的价位 建议大家 那我们今天就不要 现在163块买回 稳稳的将一块价差 放在口袋里来 假设这地方会员朋友 今天100万可以操作7张 7张下来今天多少 今天不多啦 也有7000块左右 先稳稳的放在口袋里 我们做当冲 讲求的就是四个字 稳中求胜 先求稳再求胜 今天国际股市当然变动比较大 我们就不谈多 稳稳的将一块的价差 放在口袋里 那今天顺利的 这地方又能够发挥 巨沙城塔的一个作用 当然强调一个重点 你看现龙老师节目 我常常说 不只是要看现龙老师 今天怎么帮会员朋友赚钱 你更要看懂现龙老师 做股票操作的方法 也就是做当冲 大部分的投资人 其实都只会先买 就是看到早盘股价 有什么股票大单在敲进 什么股票在急拉了 就赶快去冲进去追 有机会赚个两三毛 就赶快跑 如果没有赚 买到高点了 套牢了 怎么办 就凹住 看能不能解套再来买 很多人做当冲 都是这样 对不对 到最后你会发现 运气好 赚当天赚个两三毛 运气不好 解套不了 就变成严重套牢 这样做当冲 可以吗 我提醒大家 很多人说做当冲 做到最后都赔钱 就是这样 看到大单急拉 才去追 才去抢 赚个两三毛就跑 没赚就抱着 最后满手套牢 严重重伤 就是这么来的 那县荣老师 他强调 这样做股票 当然别人怎么做 我们不能管 但是你要先看懂 县荣老师的方法 因为成功之道 第一步 找到正确的方法 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把简单变重复 把重复做得更好 那县荣老师做当冲 我也不厌其烦的 跟他提醒 每天我们按照SOP 第一步观察好盘势 决定好该做多做空 那今天指数 虽然拉高大涨 但是攻击力道 其实还是不足 那个股顶多 就是各自表现 所以呢 还有这个整理盘 整理盘 我们都会反市场操作为主 那反市场操作 我们就去找哪些股票 散户喜欢追 大户趁机在出货 转弱的讯号出来 我们就先卖 对不对 卖完之后 这地方掉下来 就可以回补 这样就能赚到中间的价差 不止今天赚 你看到 从上个礼拜 礼拜一操作同志 那天利多频传 发现又有大户 这个地方拉高出货迹象 短线动能指标 转弱讯号出来 建立先卖后卖 那天早上134卖 尾盘是不是杀下去翻黑 最低达到130 我们130.5到13亿买回 稳稳的将3块到3块半加差 开开心心放进口袋 100万可以操作8张 8张大概24到28 一天帮自己加薪加起来 弄起来 对不对 10月28号操作GIS 也是利多频传 大户持续在出货 被我们发现 先卖后买 118卖 116.5买回 1块半的加差 10张15000左右 开心进入贷 10月30号再操作利急 利多监报 大户又趁着利多 拉高上来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先卖后买 又是1块半价差 5张也是7000多 抬起来 前天操作瑞誉 对不对 1块半价差 赚的少一点 3张也有4000多 今天上尾头 也是这个地方小赚入贷 重点你会看到 当你能够找到正确方法 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把简单变重复 把重复做得更好的时候 股票市场真的不愁 没有赚钱机会 真的是能够让你 稳中求胜 先求稳再求胜 来发挥巨沙成塔的效果 持续掌握赚钱机会 那甚至会员朋友 如果想学 现龙老师 怎么去判断当冲 到底应该采取先买 还是先卖 以及为什么现龙老师 常常能够看到大户 这个股票涨上来是在出货 大户哪些出货的手法 能够去看得懂吗 还有包括怎么去看得懂 大户在出货 顺便掌握到各股转弱讯号 就能够去找到什么 先卖的一个出手时机 对不对 这个部分想学的 提醒大家这个礼拜 最新的货源专属 实战的一个教学 11月2号 帮大家准备的内容 就在这边 让大家怎么去破解 大户常见的出货手法 学会了 就能够去找到 大户出货的股票 转弱的股票 你知道要先卖 卖完像今天的上尾头 不就开高走低 又能够掌握到赚钱机会了吗 那现龙老师 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持续努力的 在帮助投资朋友 掌握赚钱机会 那顺便也教会员朋友 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 我再强调一次 我不是要赚会员朋友的钱 每个会员朋友 如果是一年期的 有一个会员 都可以有一个 个人专属的账号密码 可以在我们现龙老师 由我亲自在地方传授 在我极品操盘团队网站上面 有一个会员专区 进去看都可以学会这些 我只是希望会员朋友 学会这些之后 有朝一日 不用靠现龙老师 自己可以找到更多的股票 来做操作 赚更多的钱 让大家都能够成为操盘高手 这就是现龙老师最大的心愿 当然想要深入了解 我是认同现龙老师理念的 都欢迎在接下来跟好我们的脚步 好 回来来谈到美国的大选 当然美国大选这两天 美国股市又开始大涨 台北股市上个礼拜急扎下来之后 这礼拜也连涨了三天的时间 拉高上来 现在大家都觉得 好像美国大选完股市就要开始大涨了 我再提醒一次 四年前当全市场都认为 那时候希拉蕊跟川普在竞选的时候 大家觉得希拉蕊当选是对股市有利 川普当选可能会造成全球股市的崩盘 当时我在选举之前就叮咛过 要懂得反市场操作 所以后来川普叠破大家眼镜 击败了希拉蕊 以些微差距这个地方胜选之后 台北股市崩跌下去 有没有 先跌了两百多点 我说莫忘反市场操作 三天之内两度暴跌两百多点 我都提醒大家 别人恐惧时记得要统得贪婪 趁着沙盘取量下来 融资大幅度减肥之后 这里反而有机会复制 英国公投意外脱欧的模式 在爆量大跌之后 波段上涨催机开始 所以五个字 反市场操作 懂的人就知道 这是股票操作最高的一个原则 别人恐惧时要懂得贪婪 可是这一次呢 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 大家都觉得说 哎呀川普如果能够连任 当然目前这个在我们露营的时候 真的选群还是很紧绷 可能不到最后 不晓得谁能够胜选 那也有人说川普能够连任 股市可以走长多继续下去 有人认为拜登如果这地方 能够胜选 对亚洲股市是最为有利的 可是不管怎样 我都提醒大家 这时候股市似乎预先反应之后 如果到时候不管谁胜选 有庆祝行情出来 高兴个一两天就好了 莫忘反市场操作 而这一次呢提醒大家 大家在十月份十一月份 真的这个第四季利多频传 苹果iPhone12预购火热 可是苹果股价在iPhone12推出之后 高档开始转弱 对不对 台积电法说释出了四大利多 可是也正如我所说的 这个法说开完 法说前建高点 法说会有利多出境开始跌 那现在美国总统大选出来 大选前台股在这里高档震荡 短线大户在掌控盘势都在做隔日冲 对不对 拉个一根红棒 昨天涨的 今天开个高可能又要跌了 是不是这样 昨天谁最强 被动元件华兴科昨天大涨 今天呢指数拉高涨了一百多点 华兴科翻黑 对不对 上尾头昨天哇长红涨了6%多 今天开高马上走低翻黑下来 所以你看到这个盘 你看到谁拉了一根红棒 你以为在转强在大涨 去追的时候 人家大户隔日冲倒 马上就到货给你 你可能就是一追就套 一追就套 造成满天全金条 一追就套牢 满手都套牢 可是如果你懂得反市场操作 人家隔日冲大户拉个一根红棒 我们如果能够趁机隔天开高 人家在出货被我们发现 先卖后买不就能够赚到钱了吗 今天上尾头就是这样赚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不同的盘式结构 都有不同的操作算法 那目前大选前台股持续高档震荡 短线大户在掌控盘式做隔日冲 大选之后特别小心 目前从价量筹码来看 毕竟指数7月底攻到1303亿之后 融资都一直在增加 目前增加了100多亿 而外资在大买买一个东西 叫做原大的T50反一 现在已经买了超过300万张了 这个反向型ETF是什么意思 如果股市跌它才会涨 那外资大买这个T50反一 你认为外资是看好台股吗 当然不是对不对 他认为选后要小心 要提高风险意识 所以拼命买T50反一来避险 对不对 这种状况之下我只能提醒 从价量筹码来看 整个股市利多出境 高档转弱危机 仍未化解 大选过后有庆祝行情 也是高兴一两天就好 这种状况之下 风险意识一定要有 快打当冲桌站 盘中满手盘后空手 才是你最佳的操作策略 那为什么要再三提醒大家 要有风险意识 我常常说 其实我讲这些 对我做生意没有太大帮助 因为如果县荣老师 就像其他头骨老师一样 为了做生意 很多头骨老师就跟你讲 指数高档震荡不用怕 跟着他买标股 就会大赚特赚 结果到处追到处抢 他们赚到了很多业绩 收到很多会员 可是害了更多的会员朋友 都买了一堆股票套牢在那里 可以吗 这种事县荣老师做不出来 所以我一直强调 保护会员朋友 永远是我操作第一要务 帮助会员朋友将获利放进口袋 才是我们的使命跟责任 所以为了要帮助跟投资朋友 帮助货员朋友 真正将获利放进口袋 提醒大家 目前最佳操作策略 就是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因为我们就是发挥盘中赚了就走的优势 有赚没赚盘后保持空手 这样不就能够让你轻轻松松 掌握赚钱机会了吗 对不对 当然对大部分投资的人来讲 可能没有时间看盘 或是看了半天的盘追高杀低 白忙一场到最后满手套牢的也都很多 因为没有用对方法怎么办 所以我们知道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来加入 有我县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每天按照专业操盘SOP 观察盘式决定多空 选出符合条件的个股 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遵守几率理性操作 今天大盘研判高档震荡 各股各自表现 发现上尾头有利多箭报 大户趁机拉高出货 建议大家先卖后买 对不对 先稳稳的一块价差 赚进口袋里来 七张七千块 小赚入袋 上个礼拜同志赚到了三块 三块半的价差 GIS再赚一块半价差 二连胜 利基三连胜 瑞玉四连胜 今天已经是五战连胜 持续用正确的方法 再帮会员朋友稳中求胜 先求稳再求胜 努力掌握赚钱机会 这个部分想把握的 或是这地方想学会 现龙老师怎么去判断 先买先卖的一个关键 怎么去破解大户 常见的出货手法 怎么去掌握各股短线 转弱讯号先卖的时机 想深入了解的 休息时间都欢迎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达头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运达头顾好看人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头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名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这两天感谢很多投资朋友 打电话进来 在询问现龙老师的 极品操盘团队的时候 有位投资朋友他又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看现龙老师的操作 真的非常的稳健 那可不可以保证说 他做当中 只有一个要求 天天都能够帮他赚钱 赚多赚少 没关系 天天都赚 如果是这样 他马上就加入 这个部分 我要跟这位投资朋友 或是如果你有同样想法的说声 我已经抱歉 虽然现龙老师强调当冲 我们稳中求胜 从上个礼拜一到现在 已经五次出手 五战连胜 帮助大家稳健的操作了 但是也不可能说 保证你天天都赚 永远都赚 这个我们还是要强调 做股票一定有看对 看错的时候 不可能让你天天赚钱 那叫神话 神棍才讲的话 所以我要去强调 或许你看其他投股老师 每天在电视上都说自己大获全赦 每天好像都有股票涨停 可是你加入之后就发现都假的 那现龙老师不可能保证你天天赚 但是我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哪四大保证 第一个 跟着我做当冲 第一个原则 当天带你进 就是当天带你出 没有那种赚了钱冲掉 看错 我们说改放波段好了 其实叫你做凹单 对不对我们绝对不凹单 我们做当冲 我都会说这档股票是快打当冲的标的 只要是快打当冲的标的 当天带你进 就是当天带你出 绝对不做凹单动作 第二个我也不会一堆股票给你 叫你自己设非标 不会爆了一大堆股票 只拿算钱的出来讲 更不会一天带你杀劲杀出几十趟 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每天最多就两档当冲股给你 一千多档两千档 我只找最有把握的一档 顶多两档来操作 如果没有好的标的 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也会休兵 看准的目标才会精准出击 第三个保证 每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 都会是相同股票 所以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秀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老师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给大家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就像今天 如果有会员朋友说 收到的不是3708的上尾头 早上冲着这地方股价冲上去 红盘的时候先卖 尾盘回补 对不对 如果不是操作3708上尾头 如果有会员朋友 收到的是另外的股票 今天我们只操作一档 如果会员朋友收到是其他股票 老师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要给大家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用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给大家的就是这样 专业用心 但是最重要 有诚信的操盘服务 当然我们也说过 现龙老师希望成为市场上的标杆 我也都欢迎其他头顾老师来比较办理我们的四大保证 只是到目前为止 讲了那么久那么久了 还没有看到其他人能够比较办理 这就是市场上 我希望大家要去看清楚的 那我们持续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 只求缘分到了 认同现龙老师理念的 来找我们一起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那这个行情还是再三强调 目前整个这个行情 快打当冲作战 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 才是你最佳操作策略 我们每天最多两档当冲股 清楚的告诉你要买要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家通知你 当天带你进 当天带你出 今天就是这样锁定上位头 早盘先卖 后买 稳稳的小赚入带 一块价差 对不对 从上礼拜的同志 GIS 立基三连胜 瑞玉四连胜 目前五战连胜 持续稳中求胜 帮助投资 当个快乐当充足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就有机会帮自己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想把握的 指名由我 县龙老师 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 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计较 不保证 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